早上回到曼谷了 完了之后第一件事情 我要来吃羊鸡牛肉面 所以它这个里面 粗的细的宽的 我喜欢吃细的一号 老爷子喜欢二号 那我们先点这两个 叫了一个芹菜辅足 叫了一个黄瓜 还叫了一个烤串 盘子是大胃王 来比赛的时候 就要用这个了 谁有得奖可以免费吃 正面强就是大丸挑战 荣誉强 所以要是如果能够吃得过的话 哇塞免费吃 这个是芡粉吗 拉面器 拉面器完了之后 放在那个马达上面 如果是因为这个比较凉的 面粉 它一定要经过这个上面压一下 要不然的话 这个没这个力气去揉它 这个拉面就是很神奇 如果是细的面的话 从这边拉 拉好以后下那个烫 烫好以后大概就五秒钟 它就可以出锅了 而且呢 这家兰州拉面 它是这样 就是你想要吃多少 它可以给你增加面条 是不用另外再付钱的 直接就是要加 你就直接跟它讲 讲完以后它就现拉 你要吃多少 但我们基本上就是不要浪费 如果够了就好 不够的话 我们就让它增加一部分 它也OK的 师傅你们是兰州拉面 你就是从兰州那边来的吗 对 兰州拉面是你们那边所有的人 基本上都会拉 还是要特别的去学才会 还是要去学 兰州本身的这个牛肉面什么的 会不会很辣很辣呀 有的人喜欢吃辣 有的人还是喜欢不喜欢 原味对吧 如果是喜欢辣的人可以自己加辣油对吧 对 可以自己多加点就行了 那如果是这个拉面会不会很累啊 这里也是个体力活 师傅那个拉面为什么要每一碗都要现拉 不能拉好了摆着的 然后摆着就没法吃了已经 哦 坨了是吧 对 牛肉面被皮下了 哦 你看这个一下面就出来喽 我是要超细一号的超细面条 我的要汤多一点点啊 这是宽的 也不是也是细的那种 小秘密哈 他们的这种设计里面挺好的 什么东西客人可以自己拿 那我们就拿一个条根 拿一个筷子 拿一张纸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烤串 我叫了三个凉菜啊凉拌菜 这个吃面条有点凉拌菜也是不错的 凉拌黄瓜啊 还有凉拌腐竹芹菜 这个可以有比较脆一点 味道也是怎么样都是中国味道很好吃啊 很脆很入味 嗯可以 关键是馋这一口这个烧烤鸡肉 嗯 北方的南州的原始口味 在泰国能够吃到这样的口味 这是唯一的一家 在中国现在我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口味 已经吃不出啥是啥的口味 就是不好意思啊 再说玉制菜 所以所有店家出来的味道都是一个味道 哪像泰国 每一个都有它本身的味道 这就不一样 这就是牛肉汤面 聊起来给你们看看 刚才这个师傅鲜拉的 哇哦 是不是满满的口感 哇哦还有它的牛肉 这个是它的牛肉一块一块 它这个好像要四十多种五十种的口味 来腌制的这个牛肉片 所以如果在曼谷的朋友们不要错过 一定要来尝一下 地上拉面它细面跟一号二号面它的差别不大 如果是一到五号面呢 就会出细一看就是差别很大很大的 所以唐姐呢比较喜欢一号面细细的 有点像银丝面这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非常好 这碗面实际上也是在中国的秤的话 应该也有二两三两 泰国人是吃不完 每次就要求老板是不是可以少一点点 中国人不够还可以继续加 而且加面是不用另外再花钱 蜜制的牛肉面 所以呢在全泰国这里是第一间 这个能够吃到家乡的口味 刚才老板在跟我介绍 南州辣面何谓正宗南州辣面 它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这个一清它就说汤要清 二白就是萝卜不能太烂也不能太深 红就是它的红油 它的红油呢要红而不辣 绿呢它是这个青头 这个所有的配料一定要绿 黄呢就是纸面条不能太白 太白的面条是不好吃的 所以呢他们就是正宗的南州辣面 要符合这五个要求 才算是正宗的南州辣面 实在是太好吃了 刚才这个跟老板聊聊天 他告诉我 这个实际上七号面的口感也不错 我就再来一碗这个红烧牛肉面 我选了七号我要来看一下 但是呢这个红烧呢 我觉得好像西北地区啊 它那个面条应该就是很红很红 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说一清二白三红四绿 还有一个黄 那么这个好像不红 那这个老板介绍我 就说要红的话 就自己放这个辣子 辣子油 但是呢这个呢只是好看 好吃香 但不是很辣的 那我就放一点实际上 怎么吃得完呢 刚才唐姐在那边一大碗 现在就是为了要尝它的味道 所以呢我是在挑一个很红的感觉 这个红看看 哇哦 怎么样 看到有没有流口水啊 哇哦 颜色好红啊 那实际上 这是个人个人的口味 如果是喜欢的话 可以再放一点 可以让它颜色更红一点 这个好像是 反正是泰国绝无仅有的 所以我就放了三勺辣椒油 我只是为了让它好看 让它过瘾 但是会不会辣到受不了呢 我得要尝尝看 刚才是没有用勺 直接就下肚了 现在呢已经是很饱了 所以呢 我只是为了尝尝它的味道 哇哦 中国吃面没办法 这个一根面条 要把它卷起来 拌在勺里 好像真的要有点功夫 算了 中国人就是吃面 还是这样 这辣椒 颜色现在够红对吧 但是一点都不辣 很香 这个辣椒很香 嗯 够味 有的时候呢 就说 哎呀我喜欢吃清汤呀 就一进来 第一时间不用拍脑袋 就直接叫清汤 可是当我叫了这个牛肉面以后 哇哦 放了这个辣椒油的味道 更香 更入味 已经饱了 今天晚上又打算几点睡觉 要消化以后才可以 但是就是煮饭菜 我是想要吃 大口吃面 这个 这个辣面就真的很调 不好意思啊 吃相不好 可是因为太好吃了 管不到吃相 啊 杨季兰州牛肉面 现拉现煮现吃 哎 这家的牛肉面 真的是有它的特色 凌晨两点多三点 啊 啊 开业营业时间 所以呢 所以呢 这家店哦 宵夜啊 啊 午餐啊 啊 就是 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而且呢 它的面是可以加 你吃不够的话 可以叫它重新帮你续面 啊 啊 这家店在泰国 是第一家最正宗的兰州口味 我超喜欢这一家的 非常好吃 推荐推荐 这家店的地理位置 这个SALADEN BTS或者是CELONG的MRT 啊 走过来就到了